女人遭到绑架 手无腹肌之力的她不知如何是好 行人和她擦肩而过 或就希望就在眼前 就在救命二字即将脱口而出时 李牧一下子捂住了她的嘴 小青试图挣扎 这引起了路人的怀疑 李牧却回头向路人解释 夫妻吵架 随后就将她拽上了车 带到郊外 迎接小青的将是怎样的惩罚 气急败坏的李牧 从后备箱拿出一把锤子 将小青拽下车 带到荒废的房子里 按在地上 不断地挥舞着手上的锤子 这时的小青才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开始害怕 拼命地向李牧求饶 李牧的怒气才慢慢平息 又拿出她女儿的照片相威胁 惊魂未定的她看着女儿的照片 无助而又绝望 为了活命 小青只能妥协 渐渐接受了这残酷的现实 慢慢融进了其他三个女人的生活 一起接客给李牧挣钱 就这样彻底沦为她赚钱的工具 几人一起生活在地下室 看似其乐融融 但小青一直没有放弃逃出去的想法 这天 她像往常一样出去接客